講完外匯基金,講林鄭月娥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在明日,即是星期三 去到星期六訪問北京、廣州和深圳 同行的還有運輸和房屋局長陳凡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曾國慧 創新及科技局長薛永恒及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國基 一起起行的 之前都講過了,本來施政部已突出 但應該是勒停了,因為已經印好了 在11月底才公佈施政報告 等於十九大五中傳媒開了之後,去北京聽後指示 現在都沒有說,只是訪問北京 在星期五晚還會離開北京,順道去廣州 第二天就會去深圳和當地領導人回面 商討如何聯手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和深港合作等事宜 即是說先上了北京收了命令 然後再下廣州分派去深圳分派怎樣做 大家看到的行程 不是去了廣州,深圳才去北京 先去北京,然後再回來 北京可能告訴他們 給指示 沒錯,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深港合作 也都說出來了 深圳香港只是整個大灣區的一部份 林鄭華說,今次施政部的押後 就是因為中央會有很多衛港的措施 等候中央的發落 看看上去會有什麼好東西帶回來 你覺得那些衛港措施是什麼呢? 是不是開放自由行? 開放了些東西 但是問題是要看看 因為都是繼續開放 中國現在仍然走回去 走回當年騰小平那一招 就說政治上繼續收緊 政治上一直收緊 而經濟上的開放 看看林鄭華帶有什麼好消息回來 應該是好消息的 全部上去都是新人 全部都是薛永恒 曾國偉 救人不得 差不多 但是為什麼還有陳凡? 陳凡沒有辦法 其實是他的太監 太監當然要跟隨 太監你連著著草和慈禧都要跟隨 為什麼陳茂波沒有份? 其實這個是不是很重要? 我不會啊 我照直說而已 張建宗當然不是 張建宗當然是明白的 三師好像有一個 至少不算是一個靚的身份 三師其實有些 business partner 的身份 即地位比較高 你自己要去處理 張建宗當然不可以去 財政師很少跟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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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其他財政師、職務師很少跟過去 多數會跟一些再低級一點 這些都是新人 陳肇始祟就是正常的 因為一定跟疫情有關 一定要跟他 好 看看到時候有沒有一些好消息 帶給大家 林鄭月娥昨天出席了一個 法律州的開幕禮 演講 她說明不容忍任何人 對司法人員人身攻擊 希望社會再不要這樣做 馬道立之後也會講 馬道立之後也會講 司法 任何司法判決 或者司法的程序 與政治無關 馬道立當然是說謊 第一 他有兩個謊言 第一 如果牽涉到馬道立的位置 司法就是等於政治 第二 馬道立自己是正前連駕司法 所以馬道立是兩個謊言 第三 就是林鄭月娥 司法人員被人身攻擊 這是我們回回一個問題 林鄭月娥的事情是被人身攻擊 司法人員如果不被人身攻擊 問題是什麼人身攻擊 現在民間人身攻擊 司法人員就被人身攻擊 習近平就被人身攻擊 起底 又被人罵 起底就不同了 現在什麼叫人身攻擊 起底就是另一種東西 他現在就說起底 如果說起底就不同 起底就是我們應該不容忍所有人被起底 對 對 我剛剛就是想說 司法什麼人員 是不是 你起底本身就是司法人員 是不是 司法人員有沒有privilege 不是 我應該這樣說 其實你作為公眾人物 你應該被人起底 你要知道背景 你牽涉到公眾利益 反而我們不應該被人起底 普通人物應該被人起底 普通人物應該被人起底 什麼叫司法人員被人 司法人員當然被人起底 但如果起底是你身邊的人 那又有問題 對 你不可以告訴別人 我女兒在哪裡讀書 當然過了 但你說我的背景 例如習近平 大家都可以知道他的背景是怎樣 之前做過什麼公職 對 對 那司法人員或者法官或者裁判官 我又覺得 看你起帶起到哪裡 你的背景 我應該要知道 和你人身攻擊 你先說 現在你那些問題 人身攻擊 你又在那些什麼 你是不是 喂 是不是這個小市民牛頭角 純粹走出來 你就說他一定要客觀評論 然後說完兩邊的意見 罵一下政府不行 因為你這些不是客觀評論 對不對 我們覺得實際事情 最近在九龍堂外場 何俊堯是狗官 或者是狗 這是講義的問題 可以不可以 是的 這個問題是一樣的 我現在是 他現在說 對司法人員的人身攻擊 好吧 那如果那些人打出 陳凡是狗 是的 那行不行 應該不可以 陳凡是可以 陳凡是可以 何俊堯是不行 你先說清楚 對嗎 司法人員是否有一個特權 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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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人們說是 刑不上大夫 共產黨員 是不被追究的 對嗎 就是 講清楚 是的 那不是罵陳凡是可以 罵何俊堯是不行 老實說 對嗎 即是你說 林鄭如說是狗 你坐巴士都常常見到 在巴士的背上 那你拘捕那個林鄭如說 那你如果這樣說 周顯是狗是不行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林鄭月娥是狗就不行 周顯是狗就不行 那你算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這個問題 大家要談談這個問題 譬如警察起底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警察打一份工 但是你普通公職人員 你說不可以起底 即是起底警察是對的 還是不起底 起底警察當然是不對的 因為你剛才說對 因為警察都是普通人 因為警察都是普通人 你起了大陸未做份工 你無端說 我以前中學在哪裡讀書 又中了一出春 那牽涉到家人 更加個個都不行 因為你聽我講 警察 是受命令做事 警察是不會是狗 但是何俊耀就不同了 因為他是有discretionate power 他是獨立判決的 他是有司法獨立的 於是警察做的 警察接命令做事 受上面的上頭叫命令做事 他是一個客觀的 但是問題是 司法人員是主觀的 當你去做一個不公判決的時候 是你自己的自由心證 作出來的行為 如果司法人員的錯 是他本身的錯 警察的錯 是制度的錯 對不對 上級的錯 對 所以司法人員 是否更應該被攻擊呢 我們大家拿出來拋磚引用討論一下 是的 即是不可以 你們神聖不過侵犯其他人就能夠說 是的 原來就這樣 你呀常公子呀 沒有力量 你就被人罵 你狗呀 常狗 沒錯 我是不是可以 你常狗 何俊耀就不是狗 是不是 你激動呀 你不要擠到咪 是的 常狗 何俊耀不是狗 你就罵得 每天都罵 我這樣說就要 何俊耀 那就是何俊耀 何俊耀是一位騎士 什麼人說 哇 奇蹟馬奇城 怎麼搞錯 人家都在說 哇 何俊耀怎麼搞錯 你這樣 喂 差一個字 OK 我們下一個新聞 海關呢 就 侵破了歷來最大宗的販賣兵毒案件 在一個報稱有水泥的貨櫃裡面 找到五百公斤的華爾兵毒 估計市值接近三億元 越来越好,一个星期破了一宗大岸,海关农 但是有很多冰毒,究竟是吃兵的人多了? 还是破获冰毒的能力高了? 这是第三个,这是认真做的 就是吃兵的人多了? 我第三个就是认真做事,认真做事,认真做事 认真做事,多了人吃,第三个就是认真做事 应该就是海关和警察执政来做 其实很多人都可以破的 你那些线是抽屎膜简,有些人回来你不理 我觉得是这样,但我要说的是 你会发现每个星期警察和海关做了很多事情 大家留意到了,自从国安法立了之后 除了社会平静了之后,警察和海关很做得事 我只可以这样说 提回海关,希望海关也努力 因为内地来香港,一条路服务应该是海关的 因为香港是病毒的防疫缺口 现在说冰毒和病毒呢? 那是病毒的缺口,现在说冰毒 冰毒就是因为西方化了之后 西化冰毒和吸毒 因为外国人对于毒贩 虽然你说鸦片战争的时候 吸毒,其实西方和吸毒是分不开的 这两个东西是 我所说的,如果你们想带子女去外国读书 那你就必然会接受你的孩子要吸毒 是的,只是回来鸦片 是,只是回来鸦片 但如果你们一定要抓,就回来鸦片战争 因为外国人也没有鸦片战争 没有啊,一定是鸦片战争 那些像群西方,你看到很多民主派的后沙半战争 你看到整副鸦片战争的样子 大家都明白了,应该有鸦片战争 在行内的人都知道 究竟那些黑暴究竟有多少人鸦片战争 大家都不用特别说 但是鸦片战争是 我刚才看到一个人昨天发过信息给我 他说他看到一个足企天才的Netflix 咦?我们开始心灵相通了 我刚才想说一件事 后翼器兵 那套东西叫做Netflix 一全香港伯伯在看的 都是讲鸦片战争的 他就不会说明了 他就说是吃镇定制 都是以鸦片为主 即是鸦片战争才能够做奇艺冠军 所以他本身外国就是一种歌众鸦片的风气 我不要剧透了 不是你说的,最后是摆脱了 登上世界半战争 就是因为不鸦片战争 对不起,剧透了 OK,大家看看吧 很好看,很精彩的一套剧 下一单新闻 泛民今天有26个人提堂 三个所有的泛民都一起提堂 包括黎智英和你认识的泛民 涉嫌6月4日非法集结 很难不参加六四的 没错了 我想问个问题 明年就没有六四 明年你不是非法集结 如果你不是非法集结 你可以继续 问题是六四批不批 你猜批不批呢 至于现在的国安法立了之后 其实如果这样 我以后都不批你六四 你能拆掉帐子 你能拆掉牆子吗 我七一人不批 六四人不批 所有的东西都不批你 反正你去年都打破了 就是我给你 你也是这样 不如我不给你 是 如果这样的话 不如以后都不要给 对不起 我给你,你以后都打破了 如果不给你,你乖 那你就是好的 你这些敬酒不忍得罚走 对不起 不如以后,你敬酒不忍得罚走 原来我以前送你这么松 你 就 到处打 你自己完全不给面 现在我紧 咦? 没有事啊 你不会 如果你晚上天天再出来 放火烧车打 更劲 然后再拆烂了中大的二号桥 拆烂了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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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乱走那些人 原来不是 原来你是 压力越大 反抗越大的 那又不一样 原来我都告诉你 周显大师 一年之前已经说 压力越大 反抗越少 原来是真的 那不如压力大一点 对 对 对 原来你们没有材料 那不如压力大一点 对不对 你今天 如果是这样 那天天天出来做事 对不对 对不对 天天黑暴都走出来 教育界 所有人都走出来 然后 空姐都炒了出来 为何你会这样 那不如以后不给 如果给我是这样 不如以后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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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4日也不好了 原来你是这样 你不如看见我底派 你不如看见我底派 那问题是这样的 对不对 你今天 如果我这样做的话 你今天一定要 那个暴动 那个状况 比去年的 六七八九月 那 于是你就可以证明了 压力越大 反抗越大 哦 明白吗 那个状况是这样的 那个状况 原来我这样压力 你收皮的 那你没有办法 对 对 对 即是无谓幻想 好现实的 好现实的 你有本事 你今天就出来 我把香港变成一片火海 有本事就变成新分党 常常用那个例子 是啊 炸到你成为合法政党 是啊 我炸到你成为合法政党 日日出汽油弹 你用什么镜尼 我由大学中学全民抗争 嗯 好了 那就先说到这里 好 另外 张达明 那 那个 香港大学 法律学院首席讲师 他是香港律师 他是香港律师会的理事 但是他在未授权之下 公开了律师会的内部文件 包括今年3月 向一个议员 就是郭榮鏗 洩露部分未发布的 会长通讯内容 那 就 也都在社交网页上披露 律师会理事选举的新闻稿 那 律师会认为事态严重 就是成立独立小组处理事件 那 现在就通过了 最张达明的 不信任同意 那 因为张达明也是有头面的人 港大法律学院首席 港师 香港律师会 香港律师会就不同 大律师公会 不是公会 他作出不信任的 是 比较难的 就是那些 他向郭榮鏗洩 洩露 洩露那些都是会长 会议通讯 不是很特别的机密的资料 但是 问题就是 你律师本身的privilege 你洩露 洩露 即是你挑战他的权威 那当然 如果不是律师 如果律师没有权威 没有所有神秘性 就好像中国大陆那样 社会主义法系 那些 那些 律师没有了一个 至高无常性的特权 那整个司法界一定会降低 看這宗新聞,被人抓到委入了,其實很小事,那些會長通訊三天後都出版了,三天前給郭榮鏗看的 其實是很小事,不牽涉到任何國家機密,就變成了法律界機密,在他們來說,法律界機密是大重要的 大佬,會長通訊而已,會印銀的,他只是未印前說給郭榮鏗知道,只是發了一套稿給你看,總之是被人進入 我們講講,今晚就是美國大選,現在是大選前夕,過去那兩天都是不停拉票,穿州過省 佛羅里達州的搖擺州,就成為了很重要的一個決勝地方 拜登的民調高調領先,我剛才也發出了報紙說,穩勝 說拜登至少可以奪得290票,選舉人票就只是270票,就是贏了 真相是否這樣,我也要請到那裏吃飯,如果拜登贏了 我也想拜登贏,因為亞洲電視都是你的頻道,你貼拜登贏,當然是尿事如神 我想特朗普贏,不過可惜我貼拜登贏 我想特朗普贏,我想特朗普贏,我也希望特朗普贏,我也希望特朗普贏 大部分藍絲的民調都希望特朗普贏 是嗎?藍絲? 我沒有聽過川建國,我沒有聽過,明白 是的,但大家覺得特朗普贏,雖然我們爬得辛苦些,但美國會死得快些 所以藍絲和黃絲共同,所有香港人都希望,或者大陸人,所有中國人,香港人 大家都希望特朗普贏,真的,大陸人都希望特朗普贏,大家也希望特朗普贏 我們現在都知道,因為受虐待,受虐待,受虐待,習慣了 你再來搞我,我不要覺得,你明白嗎? 你換個大風場,又要再重新適應,很麻煩 不如你快點給美國,大家看他這樣死的時候,很心涼,很開心 現在就差不多有三分二人投了一票 按照民調來說,就穩勝了,外圍也是說拜登勝了 看看會不會真的有些突如其來的變化 因為來到這一刻,就應該是拜登贏的 是,可能拜登突然之間,明天就掛了這麼老 那就是賀錦麗上場 賀錦麗上場 如果贏了的話,就是賀錦麗 贏了就是賀錦麗 但是,明天會發生什麼事,真是沒有人知道 那麼,Donald Trump 會怎樣反應呢? 我想,那個狀況未必一定是明天 是這幾天,因為開票,可能是今後一個月 即是今後這個月來發生的,任何事都會發生 November Surprise 那些人說都會暴動,即是無論是誰當選 很大可能 我想,如果拜登當選,Donald Trump 那邊都不會這麼容易 暴動不是問題,暴動的問題是否能鎮壓得到 如果能鎮壓得到暴動,就只是很少事 暴動本身不是很大件事 即是暴動的話,鎮壓一輪,美國又不是沒有暴動 暴動一輪,我們都不記得那些暴動 例如洛杉磯暴動 我不記得那些暴動的情況 除非你在暴動當初,或者你家人被人打死 那你就會很傷心 如果不是現在暴動是很少事的 今晚要看新聞,應該都很精彩 因為今晚開始選了 還有一些郵遞選票的問題 哇,這次的選舉是很大件事 即是無論誰贏都會有很多 不要說很亂 起碼一定會有很多新聞出現 那就看看情況如何 會不會打內戰呢 暫時來說,你那個沙盆推演 推演得太遠 即是那個人,兩個好手的捉 他們走了十步,你很難猜 第三十步走到命 即是西市預期局局身 真的要看看 不過無論如何 美國任誰當選都應該是 不過都很難說 這次真的不認識 因為這次真的比較難 好,今天的新聞聯播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Share, Like, Comment 和介紹我們的頻道給大家看 以及去我們亞洲電視收費網站 歡迎大家加入支持我們亞洲電視 拜拜 拜拜